台北市政府由蔣官、蔣市長為代表受證 雖然罹患疾病正在治療中 張宇鳳能開心地出席救護車捐贈儀式 因為在子女及友人的協助下 可以順利完成她想要幫助更多人的心願 台北市長蔣官也代表台北市政府感謝張宇鳳的愛心 蔣官表示台北市政府從民國88年6月起就持續鳳凰專責計畫 到目前為止總共救助了一千多位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的患者 讓他們在黃金時間內即時抵達醫院搶救而康復 就是有像張女士這樣的愛心人士支持捐贈救護車等設備 救護人員才能確保大家的生命 蔣官也特別向張女士感恩地說台北游您真好 我也知道玉鳳女士也是過去在聯合報服務 那現在女兒女婿也是公務員 一直對社會有極大的付出跟貢獻 臺北市政府我們其實在民國88年6月份開始就有一個鳳凰專責計畫 那一直到目前為止總共救助了一千五百一十一位歐卡患者 然後後來到以前心肺停止 但是透過我們即刻黃金十段送到醫院搶救康復 所以這每一條市民朋友的生命都非常寶貴 也都是有賴我們玉鳳女士等各位善心人士捐贈我們消防隊相關的設備 救護車等才能夠確保大家的生命 我想這段愛心永遠生氣在我們的心裡 曉安除了感謝消防局負責救護人員的努力維護所有市民的安全 也希望同仁們在每一次出勤時都能不忘張女士的愛心 善用這些救護設施挽救更多生命 記者張綺藤 台北報導